最热门的新闻 最深入的探讨 焦点探索 美国半导体业者更呼吁 政府要投资国内的晶片制造跟研究 不过美国是否要确定 推动半导体产业制造回游 还有在拜登总统在2月中 他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 就是要求未来100天内要检讨 包括对半导体啦 电动车电池 稀土跟药物之四项 关键产业供应链进行审查 厘清是否有过度依赖海外供应商的疑虑 特别是中国 我想这样的报告之后 明朗就可以确定了 不过另一方面我们关注事实上 中国大陆近年因为美中科技战 不但已经政策扶植半导体产业发展 并且还以减税诱因等等 来鼓励外国的企业投资 当然也挖走台湾一些人才 目前看来似乎已经展开 另一个阶段的美中科技战 台湾如何调整方向 站稳关键地位 我们在今天特别邀请资测会的资深产业顾问 同时也是资深研究总监陈紫阳 来我们做非常专业的观察解析 非常欢迎总监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们先从美国谈起 美国它曾经是晶片的生产重镇 那么有这样的数据 它在1990年生产了全球37%的晶片 其实美国的半导体产业 包括从设计研发 制造生产 还有封装测试能力都有 我有看到一个报道 就是说 其实美国在10奈米以下的先进制程 大概有28%的全球的市占率 而且美国公司在不同产品领域 包括逻辑记忆体类比 这些先进制程研发 也都是领先全球的 包括应用在晶圆厂的软体设备 还有制程控制工具等等 但是为什么美国会有这样的担忧呢 不晓得总监你怎么样来观察 美国是不是会采取一些做法 让晶片制造重回美国呢 就像主持人讲的 美国早期是真的从晶圆制造起家的 这个叫IDM IDM就是刚刚主持人讲的 从上游的IC设计 中游的晶圆制造 到下游的封装测试 整个全包了 这叫IDM 所以造就了Intel 甚至很早期的IBM 那美国后来发觉 晶圆制造 要用掉大量的水跟电 甚至早期 因为会用到很多的化学物品 而这些化学物品是有毒性的 所以美国逐渐的 就把重心移到上游的IC设计 那你说这几年发展下来 成不成功 非常成功 美国的IC设计 全球第一 占有全世界百分之六十几 台湾是世界第二 占不到百分之二十 中国大陆是世界第三 但是两岸的差距 微乎其微 所以美国是全球独大 所以从台英美的角度 美国在上游IC设计 是世界第一 台湾在半导体的晶圆制造 我们台湾是世界第一 例如台积电 光台积电一家就占全球百分之五十几 所以台美最有机会强强联手 就是把上游的IC设计 委托给台湾的晶圆制造厂来制造 强强联手 这是一个专业分工 这是一个最棒的合作模式 这个情况之下 或许是不是还有一个数据 美国也许会由此担心 美国半导体制造能力 已经从1990年的37%下降到 2020年底的12% 那么在全球新开发的半导体产能当中 只有6%位于美国 这也是相关的一些报道 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所谓的强强联手 在跟中国竞争大格局之下 刚才我有提到 中国大陆这几年已经开始 有不同的策略出手 政策扶植了 当然要看拜登说 要在一百天内提出未来怎么走 现在先来看这种可能的模式 美国可能会采取哪些做法 如果说要晶圆制造的话 他会怎么样来做 比如说会拉着盟友一块 还是自己来做就可以了 好 针对半导体 拜登政府目前有两个策略 这个做法 主持人跟听众可能都知道 第一个就是12号 台美在今天 会由白宫邀请19家公司 举办线上的半导体峰会 那这19家 台湾跟韩国各一家 韩国是三星 台湾是台积电 其他都是美国的公司 例如什么 一定会有车厂 福特汽车跟通用汽车 为什么 因为车厂没有晶片 导致停工 第二个一定会有PC厂 PC厂当然则是 Dale跟HP 所以很明显的 美国在这一部分 是找全世界最大的两家金人 代工厂 一个是韩国的三星 第二个是台湾的台积电 当然就是希望台美韩 能够在这部分 做专业分工跟策略合作 这是找盟友 来解决半导体的问题 那第二个 抗中 我想主持人都有注意到 一则新闻 就是4月8号 因为过去在川普政府 针对美中贸易战 寄出所谓的实体清单 那所谓的实体清单 就是一定要经过 美国商务部的批准 才准许你把零组件软体 相关的东西 卖给中国公司 好 那拜登上来以后 我们都在观察 他会不会像川普一样 采取那么严厉的措施 就是把中国大陆的企业 列为实体清单 没想到4月8号 他把飞腾 7家大陆的企业 列为实体清单 这算是拜登上来以后 不到100天 就做了一个动作 而这7家里面 对台湾到底有什么影响 因为就美国商务部的报道 是这7家企业 去做超级电脑 那超级电脑 中国的部队 把他拿来研发超音速的飞弹 所以美国就把这7家 做超级电脑的 列为实体清单 那对台湾有没有什么影响 因为有一家叫飞腾 在天津 飞腾它就是跟台积电下单 也跟四星 两家都是股票上市公司 但是飞腾对台积电的业绩 影响比较轻微 例如跟华为那个是不能比 但是对四星的影响就比较大 所以四星上礼拜五跌停 今天还是一开盘就跌停 所以影响真的是大小有别 好 就是找盟友 另外一个就是抗中 找盟友的部分的话 是眼前的燃煤之急 就是车用晶片吗 还说未来有可能也会持续 包括找台湾还有韩国 三星会到美国来投资 目前会议还没开 所以他们谈的结果 是不是邀请金元厂 去美国投资 这一点不确定 但是三星跟台积电 已经陆陆续续扩大 在美国的投资规模 是 好 没有错 我想在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会持续来做关注 这是在节目的前半阶段 我们非常感谢我们资策会的资深产业贵问 同时也是资深研究总监陈子刚 先为我们解析 美国拜登总统上任之后 中美的科技战 似乎他也采取了一些做法 那么从车用晶片的需求开始 那么意识到不能够仰赖其他国家 如何来解决 而且在他二月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 要求对半导体等等产业供应链进行审查 是不是有过度依赖海外供应商的疑虑 未来会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呢 我们稍后节目后半阶段 我们就持续 刚才总监所提到的 包括台积电 还有韩国的三星 也都前往美国投资相关的后续焦点 有哪些关注的地方 我们再请总监进一步的解析 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 探索两岸间的焦点时事 尽在两岸ING节目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是 两NG 我们在今天访问的是资色会 资深产业贵问 资深研究总监陈子刚 而持续刚才节目前半阶段 我们所探讨的 美国的半导体的产业的发展 是不是会有一些调整呢 接下来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谈起 刚才总监有点到就是 台积电已经前往美国投资了 事实上我们也知道 美国的亚利桑那州 过去曾经是半导体制造 IC设计重镇 那么台积电是在去年 决定要在这里投资 设厂制造五奈米的金元 预计今年就会动工 2024年量产 这个市场有些观察 就是说像是设备厂商 会不会一起前往投资 也是非常重要的观察指标 总结 为什么这显得很重要呢 哦好 因为金元厂最大的投资 就是设备采购 所以台积电要去那边盖 12寸厂5奈米 它一定要带着设备厂过去 所以我也亲自跟台积电 主要往来的设备厂商 包含Cleanroom 就是那个捷径室 等等的厂商都有谈过 所以他们是说台积电 你可以把它想象 就好像一个那个宋子 巴掌桃 台积电 巴掌桃 就会带着很多的设备商 尤其是材料商 甚至是那个气体厂 都会入住在亚利桑那州 哦真的啊 所以它带动的桌边效应 带动的投资规模是蛮大的 嗯嗯嗯 不过也有说 其实投资美国的成本并不低 所以设备厂或者材料厂 这个部分的话 难道台积电可能要担负 部分的成本 或说其实还仰赖美国 要政策这方面 包括减税 是不是有可能啊 或有一些奖励措施 如果对我们的厂商来说 其实这样是最好了 总监您怎么样来看呢 好 我们看台积电 为什么要去美国设厂 一定是美方的要求嘛 不然台积电呢 不会主动去 因为毕竟就像主持人讲的 那边的成本太高 那美方的要求是什么 一定是站在国家安全的考量 例如呢 他的国防晶片 航太的晶片 他觉得这些晶片啊 不方便移到韩国 或者移到台湾来生产 所以呢 他当然希望啊 说你要接我的订单 那我为了国家安全 我希望你到我美国来设厂 好 那因为你的成本比较高 所以我给你的利润 毛利也会比较高 这本来就是一笔账 所以台积电呢 他自己会去考量说 首先呢 这个订单够不够持久 第二个 这个量够不够大 第三个 利润够不够高 那目前 我们侧面了解 不管是国防晶片 还是航太晶片 这些量呢 都还不够大 可是呢 如果看未来 假设我们说到了6G时代 因为目前是5G嘛 6G就会用低轨道卫星 等等的 那未来这些呢 的量是不是能够 满足台积电呢 在那边的驾动率 就是让它的产能利用率呢 能够到80%以上 这就要看美国那边的市场规模 是不是足够大 好 这个后续还是值得 我们做一些观察 当然我们常会听说 这个投资呢 不会做一些赔本的生意 我们也看到报道 就是台积电呢 在前往美国投资 这个评估过程 也发现在美国 设厂成本的确比台湾高很多 有六倍之多 好 但是诚如总监所提到的 可能会有多方的考量 在美国方面 它会怎么样来满足 外国企业前往美国投资 是不是 给予一定的投资的环境 这方面的一些奖励 这也是我们值得关注 因为像三星也有动作 也会去美国投资 像亚利桑那州 也是他们考虑的一个地方 好 我想这也是未来持续 可以去做观察的 那因为受到这个 美中贸易战的打击 我们先来看中国大陆这边 中国大陆预计在未来十年内 它会增加大概40%的 半导体产能 而且它希望能够成为 世界上最大的半导体的制造基地 另外也有波士顿的咨询公司 它预估在政府大力补贴之下 中国2030年的时候 会占据半导体供应市场 24%的份额 所以我们刚刚也有提到 目前中国大陆所采取的做法 除了提供投资减税优惠 之前在节目当中去年的时候 总监在我们节目当中提到 就是说中国大陆已经挖走了 台湾大概100名左右 台积电的员工 包括工程师 还有主管级的人员 协助发展14奈米跟12奈米 制造的技术 所以对台厂来说 其实就是说 也有这样的投资环境 也是不无机会 你怎么样来看 我们台厂现在评估 美国有机会 中国大陆有机会 怎么样来做 比较好的投资的方向的决定呢 中国大陆为什么要提力发展半导体 原因只有一个 中国大陆的半导体市场 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 可是他只有百分之十几 能够自给自助 剩下的百分之八十几 全部都要靠进口 所以导致中国大陆 晶片的进口规模 超过了石油跟粮食 所以中国大陆为了满足 所谓的在地需求 就是那个进口替代 它一定会激励的发展半导体 但是它吃足了苦头 因为半导体 除了不是说 我设备买来 人才挖角我就能够做得起来 因为过去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 它从钢筋水泥 汽车LED面板 它过去的成功模式 就是买设备挖角 它以为在半导体 套用相同的模式 就能做得起来 但它错了 为什么 因为半导体的制程有四百多道 对 可是你钢筋水泥 汽车LED面板 面板的制程算最多道 但也是几十道 但半导体有四百多道 所以不是我买设备 挖角人才就能做得起来了 所以大陆在这上面 吃足了苦头 但是我们看 如果我们把半导体晶圆制造 列为所谓的一般制程跟先进制程 那先进制程一般我们讲的是10奈米以下 没错 目前中国大陆受到川普政府 川普那时候把中芯列为实体清单 不准荷兰 ESMO 或者美商应用材料 卖10奈米以下的设备给中芯 所以中芯在18奈米 24奈米 它本来就可以买得到设备 买得到材料 所以会自然而然形成什么 我如果不需要先进制程的 我就在中国大陆制造 那我如果要先进制程的 哇 死路一条 为什么 台积电不能帮你代工 好 所以大陆它自己就会去思考 先进制程的 也就是说10奈米以下 例如7奈米5奈米 会用在哪里 最大量就是手机 所以你会发觉大陆 华为拿不到先进制程 所制造出来的晶片 所以华为会逐渐的转到 其他地方去 所以大陆自己会去衡量 做这样的一个选择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就是直接跳过 第一代半导体 直接跨入第三代半导体 就是碳化系跟氮化架 这是目前可以看得出来 它的一个策略方向 这个就是三级跳也有可能 因为中国大陆过去 在发展经济有很多做法 好像都是这样 可以砍掉它觉得太浪费时间 或有些问题的 就直接第三代半导体 是有可能的 对 所以就金元制造来讲 美国依赖台湾 中国大陆也依赖台湾 对 所以就金元制造这部分 台湾其实在美中之间 是取得一个非常好的战略地位 但是反观IC设计 美国是世界第一 然后中国仅仅威胁台湾 所以IC设计的经营会比较有挑战性 但是金元制造 我们是世界第一 下游的封装测试 我们是世界第一 看来在未来三年 全球排名 台湾站稳世界第一的地位 应该是不会改变 是 总结 那想最后请教 就是说台湾拥有在这个生产制造 还有封装测试 都是世界第一 是不是要延续这样子的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就继续站稳这样的位置 还是说其实有些面向在 面临半导体的产业 可能进到下个阶段的发展 要有不同的思维 或许可以朝这个方向去思考呢 好 因为台湾耸PC 个人电脑走到了消费性电子 走到了网路通讯 这些带动了IC设计 金元制造跟封装测试 所以既然我们中游跟下游 分别是世界第一 可是上游 我们目前占居世界第二 所以下游跟中游 可以来support上游IC设计 好好的发展提升竞争力 例如导入AI晶片 例如导入高频的5G晶片 甚至是6G晶片 甚至未来所谓的电动车晶片 等等的 甚至有所谓的慈安晶片 这些可以让台湾 在全球的IC设计 站稳第二大的地位 还是可以来做一些拉台 充分利用我们所拥有的一些条件 OK 好 非常谢谢 我们总监的建议 我们在今天非常感谢我们资测会 资深产业顾问 同时也是资深研究总监 陈子昂从美国检讨半导体 产业供应链是否过于依赖 台湾等其他国家而重返金元制造 可能采取的做法 那么对台厂的牵动影响 还有美中半导体产业之争 那么有哪些观察焦点 提供您非常专业的解析 谢谢总监 谢谢您 谢谢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 好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 华丽姐祝福您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 同桌再会